MING PAO CANADA 上台 TUMP RIDE 最新推出的中越世界HIPERVISSION 360一體式水冷 簡稱HV360 是一款主打大屏幕LCD顯示屏的水冷產品 如果它的体验是如何的呢 这本期节目将会给各位好好分享 早在过去我就给各位分享过许多利明家的水冷散热器 而这一些水冷款式都有相同的特点 那就是具备相对更高的性价比与不错的性能表现 但是同时它们也有着相同的缺陷 就是相比起同时期的竞品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点 而这一次的HP360呢 总结来说依然秉承这和以往的产品相同的特点 那就是高性价比的价格 以及相对优异的散热性能表现 不过这一款HP360不论是对标同价格级别 又或是对比同定位的竞品 它的优势可谓就比较明显了 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这一块3.95英寸 480x480分辨率的IPS LCD大屏幕 但是这一点目前市面上符合这一个亮点的水冷款式本就不多 而符合这个大屏幕特点的水冷款式里 HP360是我所知的款式中官方定价最低的一款 而在近视的官方定价中 HP360也算是唯一一款符合大屏幕特点的水冷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吸引那些喜欢带LGD屏幕水冷的玩家 特别是喜欢大的 没错我也很喜欢大的 我相信你们也应该和我一样对吧 嘿嘿不爱 另外在自带屏幕功能的前提下 HP360依然保留了ARGB冷头氛围灯光的点缀 这一点我觉得是属于加分项了 虽然有或没有影响并不大 但有了ARGB氛围灯光 整体观感确实是更加好看了 加上屏幕是以可拆卸磁吸式的设计 这样一来如果遇到冷头屏幕有问题 也只需要单独替换磁吸式屏幕即可 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USB-C接口连接处 还是显得没那么优雅一些 希望日后的款式能够进一步优化这一点了 但USB-C口连接处是否优雅这一点其实倒好 有一处让我觉得体验真的比较差的 那就是屏幕本身是需要额外的沙沙供电 如果没接沙沙的供电 屏幕就不会点亮 这一点有一点遗憾 毕竟绝大部分带屏幕的水冷 包括我之前体验过的3.95英寸大屏幕水冷 都能够做到不需要额外的沙沙供电 所以本质上HP360的屏幕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但就不理解为何需要多一个沙沙供电的设计了 可遇到如今越来越多纯M.2硬盘的电脑主机 电源也确实可以做到完全不接上沙沙供电线 因此为了这个屏幕还需要额外加装沙沙沙模组线 就显得稍微繁琐了一些 以至于我觉得这部分的体验有待加强 软件的部分 立民的TRCC控制软件 整体用起来还是比较可选可点的 预设的选项也非常多 包括自带的背景动画也有非常多的选择 屏幕显示信息的自由度也非常高 只是我觉得预设的样式普遍都偏单调一些 如果能有多一些更好看的预设可动选择会更理想一些 但软件的整体体验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该有的功能都还是一个不辣 个人觉得完全足够多数普通玩家的使用需求了 大致和各位分享玩HP360大屏幕的特点与体验 接着就来到其他配件合遂的问题了 扣具配套的部分依旧还是老样子 毕竟立民SS2的扣具非常成熟也很可靠 确实没有需要刻意改进的地方 加上和自家的风冷共享相同的扣具 比那些本来就是用着立民家风冷的用户 再升级到立民家族水冷能有更好的安装体验 配套的散热硅脂依然是组装的TF7 这就没什么需要多说的了 HP360自带三把T1K12风扇 和过去做过评测的Core Matrix 360水冷搭配的风扇同款 最大段数2150rpm 第二代SFDB骤城以及巨花链串联设计 总结来说就是带ARGB边框灯光的B12 本身的性能与品质自然是不用太过担心 水冷出厂就预装好风扇 不需要额外进行风扇的安装 此外出厂也在水管处安装好三个刀水管卡扣 不仅让水管能更好的整理 也能够将水泵风扇ARGB数据线 通过这个刀水管卡扣进行整理 虽然我还是习惯直接走机箱后方整理就是了 但至少给了你多一种领先的选择 最后就是水冷本体了 采用标准的27mm厚冷排 带过方来自东莞冰点智能科技 但散热方案并不是主流的冷头内置水泵的设计 而是将水泵设计在冷排上 同时有别于过往设计在冷排上的水泵方案 这次是全新的PLR冷排独立水泵架构 水泵的位置是在冷排边缘与出入水口处做出了空间延伸 不仅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水泵空间 让水泵可以发挥更高的转速和更好的扬升表现 最高转速来到了6400rpm 而突起的水泵位置能够和表配的风扇并行 达到了非常整齐又好看的外观 可谓是一举两得 大致和各位介绍玩HP360水泵的特点 接下来就给各位简单进行散热性的测试 为了照顾到不同平台的用户需求 这次我一共是进行了三种不同平台下的散热设施 觉得我做得不错的朋友不妨给个赞吧 在三个平台下 不论是250W的U9285K 还是280W的R9950S 亦或是320W的I914900K HP360的表现都还是对得起它的售价 而你们觉得它的性能表现如何呢 换一给出你们的观点 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有进行同规格产品的恒评对比了 这部分还是等日后有其他新品陆续出完了 再找机会一次过给各位进行恒评 总结这次的立名HP360水泵的整体体验 我觉得HP360最大的亮点在于 同价位中它拥有最大的屏幕展示 而在同为大屏幕展示的水泵款式里 它也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一款 同时保留了比如优质的散热表现 以及5年的保修时长 并没有因为突出的高性价比 而在其他部分进行明显的阉割或妥协 中卧体验满分10分 无个人主观会给到8.2分 扣掉的分数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上 比如屏幕供电需要额外连接散打供电 还有屏幕的USB接口处不够优雅好看 最后就是创意性没有特别高 它不是第一眼看过去就会勾着你的眼球的水冷 而是一款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 才会看到这款HP360的特点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带屏幕的水冷 同时和我一样喜欢大 那么这款HP360确实是值得你去考虑的一款水冷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到手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